围绕她的争议向来不断 她是最美笑话 却被抱后天整成的女神 搭档陈雪冬爆火 和前任离婚被骂抛夫妻子 与暗黑大米的绯闻 也传得沸沸扬扬 本期 绑绑给大家聊聊 最美伊兹马笑话 卓士林 卓士林之所以被誉为最美笑话 是因为几年前 她还是星海音乐局院在校学生 被摄有偶然拍下了伊兹马照片 爆红网络 她几乎完美的伊兹马 倍受网友夸赞 也有了最美伊兹马笑话的称号 说起来卓士林的走红也是顺风顺水 她也算数得上号的古早网红 那时候短视频正在兴起 卓士林凭借累计的知名度 确实走红 她完美的身材和超高颜值 都为了加分不少 很快就信了数百万粉丝的关注 2015年和陈雪冬的同台献歌 让她人气飙升 你要给我上台吗 明星和网红的梦幻联动 让卓士林爆火网络 一样的成为了万众瞩目的对象 而卓士林的黑历史 也被网友扒出 甚至无限放大 正当陈雪冬和卓士林的绯闻 闹得沸沸扬扬时 卓士林早已悄悄牵手 富二代男友加入豪门结婚生子 当时的卓士林还在广州读书 她的富二代男友在美国 两人是跨国异地恋 男生也曾每月回国看她 而卓士林作为网红大人 也毫不顾忌在社交平台秀文案 相比别人的遮遮掩掩 自闭单身人设 卓士林显得坦坦荡荡 也不在意外界看法 不过恋爱是有多甜 分手十九多痛 其实围绕卓士林的争议一直不少 卓士林也一直有着富二代人设 据传闻 她的爸爸是卓一风 本人非常有钱 毕竟她作为常常在跨年晚会出现的幸运儿 没有一点资本是不可能的 再加上星海音乐学院的校花身份 卓士林要颜值有颜值 要身材有身材 关于整容前后的对比照在网上 也一直流传 当然 关于卓士林最大的争议 应该就是那一段失败的婚姻 据说两人之所以离婚 是因为男生从恋爱到结婚 一直都是在外采气飘飘 家里红旗不倒 卓士林的一人再人 却换来了男生的得寸进尺 离婚后的卓士林 也一直陷入网友的疯言疯语中 更是被安上了抛夫妻子的名头 不堪忍受网报的卓士林 也曾现身回应 孩子一直都是她在带 离婚后的卓士林 也成为了一位女强人宝妈 离开了家庭的束缚 现在的卓士林越过越好 之前开过服装店 美妆店 还曾与林更新合作 如今更是要申一变 成为百万粉丝的网红达人 成为了走颜值路线的颜值网红 但因状态过于年轻 走的也是可爱性感风 认为卓士林还是少女的粉丝们 不在少数 其实了解卓士林的都知道 卓士林有过老公 还是个可爱的儿子 不过在网上 依旧暗黑大米和卓士林的传言 两人有过不少的合作 在视频中 大米更是称卓士林为小公主 看着卓士林一脸娇羞的模样 和两人充满爱意的眼神交流 不免让人多想 毕竟大家都知道 腿经女神陈毅离 与暗黑大米 曾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 虽短暂 但称得上人尽皆知 而卓士林作为陈衣里闺蜜 在分手后 还能和好友的前男友 玩得不亦乐乎 这微妙的关系 吃瓜群众是真的不懂 不过榜榜一杯 如此可爱乖巧又努力的大美女 谁会不爱 说不定 还会成就一段崭新的缘分 那对卓士林和暗黑大米的关系 你怎么看呢